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机号码 没想到有一天 电话竟然通了 据楚天都市报报道 武汉汉口医院退休医生郑丽霞原本有个幸福的三口之家 儿子黄震在同济医科大学成教学院读临床医学专业 不幸的是 2004年7月1日清晨 黄震在实习医院的宿舍不慎坠楼身亡 儿子是家中的三代单传 年过半百又痛失爱子 郑丽霞夫妇痛不欲生 死后的一年间 郑丽霞每天都在思念儿子 每当难以承受的时候 他就拨打儿子的手机号码 一开始 他听到的是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后来变成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再到最后变成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尽管如此 拨打儿子的电话号码已成了郑丽霞生活中的一个无法割舍的习惯 谁知有一天 这个拨往天堂的电话竟然通了 那是2005年8月11日上午7点24分 也就是他儿子去世后一年零42天的那个清晨 郑丽霞回忆 当时听筒里竟然传出了电话接通的声音 他说 我握着手机的手开始颤抖 心跳得厉害 但是电话始终没人接听 我再拨 依然无人接听 最后竟然被挂断 几分钟后 他的手机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条短信 你是谁 为什么打我电话 激动万分的郑丽霞迅速回复 你是谁 怎么有这个号码 原来 对方是一个叫陈薇的小伙子 当年27岁 比自己的儿子大2岁 陈薇通过短信告诉他 这个手机号码是他不久前在武昌司门口的手机店买来的 郑丽霞也用短信向陈薇解释了自己拨打这个号码的缘由 善良的陈薇表示理解 并对他进行劝导和安慰 这一切 让沉浸在丧子之痛中的郑丽霞感到了一丝温暖 随着交往的加深和进一步的了解 郑丽霞和陈薇逐渐发现 他俩身上有着许多不可思议的巧合 首先 陈薇不仅和郑丽霞的儿子年龄相仿 父亲是武汉市武东医院的一名医生 母亲也是该医院的工作人员 2000年6月3日 母亲突然病逝 这对陈薇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与郑丽霞相识时 陈薇一直都还没走出丧母之痛的阴影 在交谈中 郑丽霞还惊奇地发现 陈薇和自己的儿子一样是学医的 而且其母的生日和自己几乎一样 都是1953年1月 有一天 郑丽霞得知陈薇在骑车时不慎摔伤了腿 便前往探望他 见到郑丽霞 腼腆地陈薇打开了话匣子 他说在母亲去世前 自己是个叛逆的孩子 但母亲去世后 自己开始觉得很愧疚 陈薇对郑丽霞说 说真的 我对您有一种亲切感 我妈妈不在了 要是您不嫌弃的话 我可以做您儿子吗 我也很想有个妈妈来疼我 听到这句妈妈 郑丽霞满眼含泪 她当即应允 认陈薇为干儿子 不过 为了让双方家庭更容易接受 她让陈薇叫她郑阿姨 后来 陈薇当上了武汉市武东医院中医科的一名医生 每当她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困惑时 都会给郑丽霞打电话 逢年过节 也会抽空去看望她 2008年 陈薇结婚 郑丽霞携老伴一同出席了她的婚礼 当小孙女五个多月时 郑丽霞抱着她逗她玩 小家伙眼睛瞪得圆圆的 冲着她笑个不停 郑丽霞和陈薇之间奇妙的缘分 或许是上天安排的 让他们互相关心 彼此相扶 走出丧心之痛 感谢收看环球快讯综合频道 您的收看等同深切的关注 您的关注就是最大的支持 您的支持则是最强的动力 欢迎订阅 欢迎留言 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